嘿嘿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孟加拉人 最上Poshimial 這首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是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大象擁有三種特殊能力 第一個是抗著想 第二個能力是抗額外增傷 譬如被槍兵戳到的時候傷會是更低一些 而且他的大象還可以吃到派科技增加攻擊速度 這個也可以被稱為是三象之力 這個是最近我在直播的時候有觀眾說的 孟加拉人根本就三象之力 確實是三象之力 還蠻有趣的這個稱呼 孟加拉人他的生侶有自帶天生雙三檔 所以他的坦度讓垃圾兵不太容易被擊倒他 孟加拉人後期主打的還是相公單位 還有配上自己的弱馬 因為弱馬可以克制敵方戰矛 而且還有再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孟加拉人後期的組成是工程戰相 配上相公弱馬 還有火炮、巨頭這類的組成是比較常見一點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藥單位 火槍兵可以在城堡時代時就可以研發化學了 所以這個能力讓他在城堡時代 可以變成奴兵裡面傷害最痛的一個文明 在城堡時代時 那波西米亞除此之外 也有在修道院裡面研發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跟血量 他的生侶也是很特別的 等一下金冠技術胡斯泰改革之後 這個生侶就不需要黃金了 全部升級科技跟身材生侶 都只需要露獵而不需要黃金 這個能力在後期打生侶戰是非常好用的 那不管是在團戰或單挑 都有看過高手這樣打過 那波西米亞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 榴彈炮配上擊兵還有這個 火槍兵做一個組成 火槍可以刻步兵 那槍兵可以刻遊俠 那榴彈炮可以打工程器 甚至後排的大量工兵也可以 那有一些打法呢 最近比較常看到的是 波西米亞在這個天梯上 單出戰車的策略 但這個指出戰車的打法 在高蹲場來說太容易被擋下來了 我們頻道上也是看到MBL 用這招指出戰車戰術 然後結果被HOT打到迷迷迷迷迷 所以真的單出戰車戰術 只能虐菜阿 要虐高手是有點困難的 這邊看到波西米亞人是已經有 三個人伐木了 然後開始挖金礦 這個金礦挖得很早 以前這個時間點去挖金礦 通常是要打三棒棒轉裝甲的一個流程 那結果挖一挖 挖金礦跑去拉豬 挖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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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奇怪了 挖一挖突然改變吸引 他張10黃金就消失了 欸? 10黃金還在? 喔! 這就是高手的細節嗎? 他還是有放進去 他放進去之後才去吃肉 吃這個新有的 哇 細節細節 偷挖了10塊黃金回來 但是最近的打法 已經很少 會有這種就是 不蓋採荒寶地 然後直接去挖10個黃金回來 然後出三裝甲 的一個潛壓打法 在近期這一兩年來 比較少一點 大概四五年前的時候 單挖一個10塊黃金 然後升裝甲上去 然後轉肉 或是塔弓的一個方法 是以前HD世代 比較常見的一個策略 但是現在這邊看起來是 沒有要打棒棒的意思了 好了 還是有 哈哈 他剛剛棒棒慢了 大概3秒左右吧 那想說奇怪 你先點了 封建時代上去之後 支援了 卻沒有點 大概有點Delay了一下 好 果然還是要打3棒棒 剛剛一開始挖的那10塊黃金 讓他可以順利把3棒棒給衝出來 這個是一個 前期均余3棒棒的一個細節 稍微講解一下這個細節的部分 原來是世紀立國 那個高什麼會搶 就是注重這些細節的部分 才是變強的關鍵 好 那Poshimia這邊 果然是升冷裝甲步兵 然後還有下一個採礦隆地 對 這個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 就是會下採礦隆地 而不會補下採礦隆地的做法 那以前的說法是 如果你前期投資了這個採礦隆地 你的農田就會更慢出來 你就會更難升到城堡時代 但現在的主流做法是下採礦隆地 然後先挖個幾個黃金 那待會再斷金也沒問題 就像這樣子 斷金然後去除毛病 好 那看到Dotter這邊 看到對方出裝甲 自己馬上轉出了毛病 那這個時間點 是很難出到弓箭手 因為黃金基本上被控 地圖很差 先出毛病出量 先堆疊起來 待會再去思考 要怎麼去打對方的這個 裝甲步兵 那其實也是可以一直這樣拉打就是了 但是千萬不能被裝甲步兵給貼到 被貼到就會很痛 好 結果對方的羅馬直接被砍死 對方轉出毛病互打 Dotter這邊的壓制更勝一籌 好那這邊要先灑農田 繼續先灑一下 然後把這個毛病呢 開始往前拉 好上方補了一個冰工廠 OK 那這邊仔細看這個細節 更農田喔 大概都要補到十片田左右 才能去下冰工廠 在我們前幾天的影片也有講到 這個細節的部分 就是冰工廠下的時機 就是大概十片田左右 這裡十片田 OK Dotter也是下了一個冰工廠 Timing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簡單記就好了 簡單記 就不會把這個遊戲想太複雜 兩邊都是一個毛兵互打 前期應該就是這樣子 毛兵互相牙籤攻擊 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 這邊高打第一 裝甲很痛 肉麻還有21滴血 兩邊應該就會在這個 河岸中交戰 就讓對方不要過來就好 當然這邊也是可以轉肉麻 但這邊誰轉肉麻 誰就很晚上城堡時代 但這邊轉肉麻的話 是一定可以打得贏對方毛兵的 而且對方這邊深入進來的話 是很有可能可以把這些毛兵全部吃掉的 那Dotter不知道會不會冒生命危險 繼續往前 這邊偵察到轉肉麻 這邊趕快回來 既然看到了就側 看到了就側 OK Dotter這邊的細節也是做得很好 那對手這邊是轉出了肉麻 他按了三隻肉麻 這樣子就多少錢 我怪不值 是8432 320肉 有點貴的 好 這邊毛兵數量蠻多的喔 13隻 那對方現在有肉麻的優勢 那麼孟加拉人城堡時代 他比較尷尬的是 他沒有騎士可以出 雖然城堡時代初期 他真的需要用到騎士的狀況 最好是出戰車來用 戰車的傷害是跟騎士一樣的 而且現在近戰模式 也有這個擴散傷害效果 當然缺點就是要先挖一棟城堡出來 但他現在這個城堡被控制住了 然後這個石頭沒有辦法挖 所以現在挖出一棟城堡 是非常困難 好 這邊稍微回來 後面城堡中心 有機會蓋的好嗎 肉麻 買卡沒有升級 就上去送 送掉兩隻肉麻 OK 就是破心命的細節 因為宗教狂熱一點好 這個全部村民的經濟加成 就會浮飛猛進 就等於是送了你一個守飛車的概念 而且只需要黃金而已 這也是西利國一個很有細節的部分 好 孟加拉人轉出了生女招翔 但是沒有招翔成功 差點被砍死 好好天生自帶雙三房 砍住了騎士的傷害 有防禦有差 還有14滴呢 雖然剛剛在補一道好像很堆死就是了 這隻肉麻送掉 前騎兩邊打的算是偏正常 沒有太特別之處 這個畫面就是大家天梯上常常看到的 就是戰矛兩邊互打 然後轉騎士出來 然後生女出來減生物 或是一面來減宗教狂熱 一切都是正常的運行當中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那到了帝王時代 才是這兩邊的一個決戰之處 硬要講的話 孟加拉人他是偏後期文明 那波西米亞也是後期文明 那我們最強的時期都是在後期 當然波西米亞你打這個戰車戰術 就領黨別人 那個算是大招的一種 那你開大招 自然就是賭博性子的東西 你賭到 就是你 那波西米亞這把是沒有打戰車 是打一個正常的營運 然後 也是走這個 宗教狂熱 那道特這邊是開始按起戰車 這邊戰車繼續補下數量 好 轉一個戰車流 打三項之力嗎 孟加拉有三項之力 有三項之力 好 待會道特也可以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然後邊打一個操弄 那孟加拉人為甚麼這名村民是不是這麼領先 主要是他本身呢 每身一個時代 村民都會給兩個 就是 城鎮中心都會給兩個村民 那到了城堡時代 有五個城鎮中心的話 深地龍時代就是給十隻村民 非常多 好 結果這個城堡沒有蓋好 被騎士壓到農田地方 這邊直接亂竄一波 哇 這一波可能死傷有點多 已經死傷來到了七隻村民了 八隻 直接在農田裡面打了一波 這隻生魚也被打掉 好 戰車轉出了 進馬歐模式 好 右邊這台戰車進戰開切 好 用戰矛對戰矛 這裡不要用戰車去對戰矛兵 因為戰矛兵呢 對戰車是 不管進戰型態或遠 是馬攻型態 都是會有外增上的效果 對 如果你是玩戰車的玩家 千萬不要跟對方的戰矛互點 其實你是近戰模式 按近戰模式的話 你打他會比較痛 所以有點算是互相傷害 好 那這邊看到地龍斯坦已經點下了 那剛剛這一波打進去之後 波西米亞村民術稍微追上孟加拉人 剛剛差一點被拖到了大約20吋有 25吋左右那樣子 這樣差距只剩到12吋而已 其實沒有差距多少 波西米亞這邊是轉出了更多的射電場 可能是想要打戰毛兵 因為戰毛兵打戰車來說還是太好用了 對方轉戰毛的話 戰毛兵還是可以互相傷害 而且帝王時代的波西米亞 也是有三級射三級工兵開架 什麼都有 戰毛兵是全滿的 繼續打戰毛也不會太虧 太傷黃金才對 這樣講才對 但以打久來說 我覺得孟加拉人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的帝王時代的大聖佛教 可以讓自己村民術的佔用人口減少 如果你跟孟加拉人打經濟戰的話 很容易就會越打越獵勢 所以波西米亞這邊可能還是要轉出榴彈炮 去客製對方戰車或是戰袍 還是孟加拉人有老頭可以著想 所以這部份算是比較 兩邊都有互相客製的手段 那以主動權來說 是... 應該算是波西米亞更有主動權一點 因為他的僧侶也是全滿的 基本上要打僧侶戰爭 甚至是波西米亞可以打消耗戰 但是孟加拉人不行 他的僧侶是需要黃金的 所以這場特局很特別 兩邊都是一個可以互相客製對手的文明 但是兩邊都有自己的優劣勢 那孟加拉人這邊的優勢 最大的戰點就是他的戰車 可以馬弓跟近戰形態之外 還可以轉出三項之力的毛相夫 抗招牆、抗額外增傷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 特點大概就這些 那如果轉三項之力出來的話 波西米亞也可以轉出擊兵 而且波西米亞的擊兵呢 打大象的額外增傷 也是特別高的一個文明 所以不管怎麼說 這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一個手段 那如果對方轉出大量槍兵 孟加拉人就會轉向弓 或者是馬弓 戰車的馬弓型態 哇!結果這邊直接衝進去 打一波戰車送光 這個...道德是不是沒有碰好呢 確定喔 這一波送的有點奇怪阿 這個...往前衝的時間怪怪的 還是他想要測試一下近戰模式的擴散傷害效果 也有可能 然後信心裡面瞎雞巴亂砍一波 可不可以用擴散傷害砍死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 好!孟加拉人這邊轉出了大象 後面補下黎跟城堡 兩台巨型投資機繼續往前拆 後面經濟看起來沒有到很好 現在農田樹只有47片田 36片木頭 兩邊的配置算是很正常 Porsimia這邊應該是不會轉... 轉這個肉身了 或是... 待會就是直接擊兵 繼續出... 然後... 待會轉出榴彈炮出來 應該還是他的核心目標 不然就是要點一下胡斯派改革 剛剛講就點下了 因為他這個經濟配置喔 所以是肉有點偏多的 如果他是要打垃圾兵戰術的話 或是要打戰車 或是... 其他東西的話 其實肉可以不用配這麼多 那如果肉這麼多的情況下 後期可能會暴露 但Porsimia的騎士也算是... 普普通通 沒有到特別強 算是沒有三級 馬卡也沒有品種 所以肉這麼多的話 最好是轉生鯉出來 生鯉... 只需要肉類 就會很划算 找想敵方的戰車啊 或者是對方的... 生鯉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當然大象也可以招想 但大象有抗招想能力 所以要招想的成功率也並不是很高 好 這邊Porsimia轉出了一些戰車 但是沒有點精銳 就是且出且珍惜 出了幾隻而已 那戰車千萬不能用遠攻模式打 比較用千層近戰模式 精銳戰車 開砍 哇...這個血量掉很快 這就是Porsimia戰車 比較害怕這個大量的... 近戰單位傷害 好 這邊看一下包這一坨疾兵 哇...包起來打疾兵 血量掉太快了 這就是新增擴散傷害的效果 連疾兵都扛不住啊 但疾兵出到戰車還是有外增傷效果 只是疾兵扛不住戰車的傷害而已 好...這邊再切成遠戰模式 兩種形態互相切換 以下切成馬弓 以下要千層拿刀 這個就是這個檔位很好玩的地方 好...左邊部分 切成近戰模式去敲對方戰矛 但對方戰矛打戰車也是很痛 哇...這一個真的是互相傷害 但戰矛兵在最短距離是沒有辦法進行攻擊的 你一定要往後走一步 拉開一個距離才能進行攻擊 所以這個原因讓戰矛兵沒有辦法 跟像奴兵一樣變成阻力 好...因為就會被中斷施法 中斷施法 中斷這個射程動畫 好...這邊... 強兵包夾 這裡要牽技戰囉 要切嗎... 這邊要高達第一回頭打一下嗎 這裡有高低 沒有...繼續往後走 柏西米亞這邊點下三弓 孟佳人這邊點了... 大勝...這個...前程科技 抗招響 好...前面部分榴彈炮 還沒有產生出來 現在都是靠戰車跟槍兵在擋住 孟佳人的戰車啊 突然發現這兩邊都是有戰車的文明 戰車大對決 好...這邊有25隻 戰車還活著 還有2000多滴啊 好...那道塔這邊點下的安息人戰術 就會增加一下精銳戰車的遠防跟近防 而且打槍兵的時候呢 會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現在要打槍兵上面變痛了 OK...等一下... 戰車要戳到了 再點一下 再點一下 OK... 戳到了 哇...可以戳掉底下戰車 好... 左邊... 摩西米亞從下面繼續按出了更多戰車出來 但是精銳一直沒有機會補下 現在肉眼太缺了 等一下浦斯泰改革之後呢 還是在補這些僧侶科技 好...蒙甲拉人果然點下了大聖佛教 那待會兒的僧侶呢 跟自己的村民的戰友人口數 就會下降很多 現在這邊空出這麼多人口 就可以繼續按村民了 或是轉出更多的老頭 甚至轉出更多的大象 直接運過去 或是轉相攻也行 好...這邊... 精銳矛項波攻擊力14加4 抗招槍加抗額外增上的效果 戰車也是切到近戰模式 跟對方槍兵 展開廝殺 這一波廝殺的結果 摩西米亞戰車 是稍微上面扛住了 但是大象很難扛喔 大象很難扛這些炮彈的傷害 啊... 啊...扛了... 大概4、5人 還沒扛死 大概要打個7、8、8 才會... 扛死一隻大象 對... 孟達人這邊轉出更多的毛象夫 就要拔都... 立民了 結果下面這一坨戰車 砍太久了吧 這一坨砍了很久 OK 下面13無敵慘重 藍波西米亞人這邊很努力在防守自家陣地 現在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上方的三象之力已經往前了 超多大象 OK 那... 孟達人現在是... 沒有... 遠程單位喔 去方便解對方的槍兵 轉點戰矛 或是轉馬戰車 或是向風 去打這個... 級兵可能會好一點 但現在感覺波西米亞快要交換不起來了 孟達人這邊經濟實在是太好 這就是... 不要跟孟達人打農 你剛剛一打農 就沒完沒了了 你家村民的數量... 佔用人口有優勢 好 火西米亞看起來有點偏良 指出槍兵有點潰不成軍 轉老頭出來招牆 對方大象又抗招翔 抗招翔就算了 等到招很久 在招途中又可能被戰車給射死 這邊又一台 又一大桌的戰象 衝到農田裡面 然後控制農田的控制權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對方會斷肉 一斷肉就不能按純名 甚至連槍扁也按不起 連老德也是 這邊看一下大象抗招翔的力 最後還是招翔到兩頭大象 火星秒開始想用他的魔法雷對付敵人 但這邊道騰又送了更多的戰象信來 三個修道院 被迫在戰場中間生產了甄鋁 這樣招翔的效率會非常差 可能甄鋁一放出來 對方戰象就過來了 哇 BBQ 三象之力就是這麼的狠 直接打出GG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DOT拿下了大概八千資源的勝率 基本上是全部都贏 而就是孟加拉人後期 經濟會比波西米亞還要強 當然也是因為波西米亞後期 被都更了非常多的農田 還有這些村民那些的 所以資源上本來就會鎖 但是以兩邊對農的情況下 我個人覺得還是孟加拉人 更會有優勢一點點 畢竟他這個升級上去的抽屜 實在太多 軍師方面 則是孟加拉人 拿到了2.51的KD值 非常的兇狠 波西米亞這裡非常慘 轉出一堆垃圾兵 KD也是 又很好看 雖然自己打大賽 額外增上效果 但是對方有減傷 所以這是一個 矛盾納對決的比賽 最終是由孟加拉人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